哈囉大家好,我是3 這次從慕尼黑飛回台灣 我選擇搭乘的是中國國際航空 為什麼選擇它呢? 因為很便宜 雖然依舊是沒有直飛要在上海轉機 但我先廢話不多說 趕快跟我一起看看這10小時的長程航班 我是怎麼度過的吧 首先經過的是超級經濟艙 這是比一般經濟艙在高級一點點的位置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超級經濟艙聽起來感覺更廉價 好啦,往後走才到我今天的座位 先看看這直挺挺的椅子 想到要坐10個小時我就覺得 唉,心好累 目的地是上海 那我們準備出發囉 由於素顏搭飛機 所以這個影片你只會看到我出現兩次 所以趕快看 再來我們來看看這個枕頭 嗯,真的是非常的柔軟 很好打很好打 我給它五顆星的評價 是真的蠻好考的啦 再來呢這個是 嗯,毯子 但是它的毯子有點偏薄 拿起來在陽光下的話 甚至還可以直接透光 好,就是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用處啦 接下來是用餐必備的摺疊桌 嗯,我就簡單的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等等用餐都會在這個平台上 同時 全程禁止使用充電保 鋁電池 移動電源 為電子設備充電 確定安全起飛後 空服員會先為各位送上飲料 那我今天選擇的是番茄汁 看看窗外就是美景 哇,這片雲海真的是 好,來看看 欸,是不是剪錯畫面 沒有,我只是想先讓大家看看 飛機餐真的蠻好吃的 因為我吃到精光 這個小甜菜是 魚片跟酸菜 這個好夾 再來呢 主菜的部分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鮭魚米飯 另一個是豬肉土豆 看你喜歡吃哪一個 那我選的是鮭魚米飯 好,接下來就是我吃 我吃吃吃 我一直不斷的吃 還是在吃 繼續吃 那直接快轉 再來呢 我們還有一個飯後小甜點是 蔓越莓蛋糕 這個也真的是非常好吃 甜而不膩呀 啊,掉了 吃飽之後 一樣要來光顧一下我們的粉色 這樣子等一下比較好睡 空間上呢 不大也不小 但是看看這個鏡子上的燈 真的很像大明星的梳妝台有沒有 然後這邊有紙巾 然後還有乳液 他們的乳液叫做營養蜜 非常有趣 然後呢我們發現他們的螢幕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功能 就是可以跟其他座位上的人聊天 你只要選擇座位號碼 你就可以跟那個座位的人直接線上聊天 超級好玩 後來本來要睡覺了 後面那個絲襪女就一直把她的腳放到我的扶手上 搭飛機真的不要當這種缺德人 飛行將近八個小時過後 又會來到下一餐的飛機餐 那這次的主餐我選擇的是雞肉炒飯 但是我覺得這次的炒飯就比較普通 沒有那麼的特別 配菜的部分一樣是酸白菜 然後還有蜂蜜水泡的水果 讓水果都會甜甜的 最後 大家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嗎 沒錯 它就是 最後就用黃金開口笑 結束我們這趟十小時的長途飛行旅程 那就下次見啦 掰掰